韩国九人女团咕咕蛋在前年出道 事后在2017年的发展势头也相当不错 不过组合今年的发展停滞不前 18岁成员赵慧妍 今年5月中更宣布因为健康问题而全面停工 10月25日所属事务所Jellyfish 更在官方的粉丝俱乐部宣布 慧妍因健康问题而结束组合的活动 事务所表示慧妍因健康问题需要充分的休息 加上要专心学业 所以双方商量之后 慧妍决定结束咕咕蛋的活动 集中在学业跟恢复健康身上 虽然不会再作为咕咕蛋的成员活动 但仍属于事务所旗下 而咕咕蛋下月推出的新专辑 将以8人的姿态见粉丝 另外陈军同让两年的食人女团Pristine 继去年10月成员Killer因为身体原因暂停活动之后 在队中有小公主之称的人气成员朴诗言 10月15日也被曝出已经退团及解约 根据韩媒报道 朴诗言已退出组合 并与所属的PLITIS事务所解约 消息传出后 PLITIS方面及否认消息 指朴诗言退出组合及解约都不是事实 朴诗言仍与PLITIS保持合约的关系 目前也与其他成员一起进行练习 不过身材一直都被批评太胖的Killer 去年暂停活动回到美国 至今已经一年 目前仍没有他回归组合的消息 日前更被拍到在美国的主题乐园担任售票员 但是身材一点也没变 大家都觉得Killer也许不会再回到Pristina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Let's go